世界上最早的货币,贝币,中国最美的古钱币之一的北州永通万国铜钱,中国军西野生动物纪念币。 1月13日下午,近百个国家的2000枚古今中外珍贵钱币亮相山西,来自不同行业,不同性别,不同年龄段的藏家,将不同历史阶段,不同国别,不同内容的钱币进行集中展示,讲述钱币背后的故事。 现场,20多位钱币藏家纷纷展示自己的藏品,展示内容包括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等国家的钱币。 展品的历史跨度从先秦到当代,从中国股币到西方现代币,由钱币串联起历史。 钱币收藏爱好者赵志忠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三本钱币册,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货币,贝币。 先秦的同位币,他们三一省博物院都有,你看这个包金位币就比较值钱了,这一个可能就能换一千个这种同位币,也就相当于能买二百个努力。 钱币收藏爱好者陈子武则带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水浒传》彩色金银纪念笔,分别以志多兴、吴用、齐聚中一堂、小李广花容、黑旋风李奎等为主要图案,弘扬中国的四大名著,明刻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。 今天拿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多,一个是三套水浒传的采银纪念笔。 采银币是中国银币一个比较特殊的变种,也是中国银币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,我们的审美啊,或者说我们的文化认知到了一定水平之后,特殊的这种采银币了。 作为水浒传中响当当的这些人物,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人物形象都是跃然于银币之上,从色泽到设计到整个的布局画风,我们都能感觉出来这一套钱币做的是相当的精美。 有着二十多年收藏经验的钱币收藏爱好者崔根东告诉记者,通过收藏钱币,分享钱币故事,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。 二十多年前,很偶然的一个机会,朋友送我一套美元从美国回来,从一美元到一美分,我就从而爱上了钱币。 而且我现在收藏了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的钱币,在收藏过程中我不断得到乐趣,通过钱币我了解了世界各个方面的知识,风土人情,历史文化等等。